真是太令人震惊了 老人钓鱼竟然意外钓到宝藏 专家声称价值连成可以赚到18亿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众所周知 咱们国家在历史上是唯一一个没有衰落的文明古国 5000年的文化渊源流长 多少的英雄故事在这里上映 虽然咱们古人生产力水平底下思想封建 但是我们不得不敬佩古人的智慧 几千年来正是古人的智慧 为我们创造了宝藏的精神财富 中华为民也因此灿烂夺目 他们通过勤劳的双手 为我们留下许多珍贵的文物 填补了历史上的空白 在这些文物身上 我们感受到了古代工匠高超的工艺 对于很多文物的精顺度 我们至今还没有研究透彻 他们经历了时间的洗礼 见证了历史的沧桑 是无法用金钱可以衡量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 大量埋葬在地下的文物重见天日 还有一些流落在民间被人们所珍藏的 河南的一位老人钓鱼史 竟然意外钓到了一只天价的乌龟 他是用青铜器制作的背上还插了四只剑 老人推测可能是一件古文物 因此老人急忙来到当地文物局 寻找专家帮助鉴定 经过鉴定后 得知这是一件在商朝时期流传下来的青铜器 是当时商伙王在外出猎时 发现了一只乌龟 拿起了弓箭 连射四箭 竟全部命中 为了纪念这次游猎 命令工匠打造这个青铜器 后来朝代更迭 青铜器也不见踪影 现今被老人调出 专家估计这只青铜器高达18亿 老人听到以后十分兴奋 想都没想直接捐献给国家 这样的做法可真是令人钦佩啊 好了本期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对此你还有什么看法 欢迎下方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